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接下来我们跟随经纬前往电影《回到爱开始》的地方首映发布会 主演周玉民和刘诗诗在活动上亮出几幅剧照 他们一边讲述电影里的爱情故事 一边回忆拍戏的幕后花絮 欢迎大家来到电影《回到爱开始》的地方首映发布会 电影讲述了一个清新的爱情故事 刘诗诗扮演的女记者 邂逅了周玉民扮演的男主角 两人在七天的相处当中互生情愫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测试 只要五秒钟 就可以知道男女之间彼此有没有爱 一 小心 看着发布会现场展出的电影剧照 周玉民想起自己英雄救美的一场戏 这是在 在这个事情里面 然后我其实有在注意这个女孩 但是发现她快要被 有一个在人群中传来传去的机车状态的时候 我就救了她 影片中还有一场男主角顶着大雨 为女主角找相恋的戏 戏浪漫又真实 在雨中寻找对方遗失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还的确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 曾经有为对方去做过 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都是很真实的 现场的每张剧照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能同时吸引周玉民 刘诗诗和导演林孝迁的当数这一张 他们两个呢在拍摄现场的时候 慢慢互相对视五秒的时候 突然就爆笑了出来 想到哎 怎么会笑场 而且这次笑得比之前特别的久 怎么会讲我跟韩儿生他 其实我们当下笑的时候 真的真的没想到会被他害怕 当时拍的场景的时候 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大 所以男同学笑得太笑了 回到爱开始的地方 和摩登时代同期上映 对方影片由主演徐忠作证 谈及票房压力 导演发表了如下看法 我其实觉得呢 如果今天是徐忠导演自己拍的话 然后自己演 那我觉得我会很紧张 但是但是他只是参与演出的角色 所以我压力顺便就小伙伴 就觉得很害怕